不過說到水 今年10月的降雨量是創下了歷史的新低 中南部拉了缺水警報 而天氣風險公司呢 昨天統計全台灣13個平地觀測站的 10月的平均降雨量只有28.58毫米 這大約是一場午後雷震雨 一小時下的量而已 那分析原因是颱風不來 再加上東北風又偏弱 會讓台灣少雨 而眼看著即將要進入冬天的枯水期 未來這半年 中南部恐怕會面臨沒水可用的困境 不過水利處則表示 這水情雖然是燒緊必須要省著用 但年底之前供水是不會有問題的